发挥的比率 据他们讲 只有12%到14% 但过去就是因为他们滥行发挥 这个去挑一些细节上的毛病 或者是不断的发挥 好像他们有做事 可是他们确实现在 发挥的比率是相当的低 那这样压力就会在高检署身上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算觉得有道理或没道理 或觉得有疑忆的 你们就上诉的话 最高法院给你们驳回 这样就会让你们看起来 你们的业绩 或者是你们的这个 呃 维持率看起来就不足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形下 我是希望支持你们的预算 但是呢 我们要你因应 这个现在最高法院 这个不断驳回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高检署要调整 自己以前这种上诉心态 怎么讲呢 一二审都无罪 你们就不用上诉了 因为现在 速审法里面 有关于上诉第三审 规范的非常非常严格 这个我们就很肯定了 然后呢 如果你们是 第一审有罪 第二审无罪 或者是第一审无罪 第二审有罪 事实上你们几乎我来看啊 是不是上诉的比例都是百分之百 那你就这个部分 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假如说二审判无罪 二审判无罪 假如要上诉最高法院的话 第一个前一要件 必须要上他那个判决违背法令 但是违背法令本身必须还要 这个援手现在最高法院实物上的一个判决 所以目前我们二审判决无罪 假如除了诉惩罚以外的案件以外 我们上诉本身比较严谨 除非 除非有一种要让最高法院 做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上见解 法律上见 尤其是 譬如说 有关证据能力这一部分 证据能力部分 因为最高法院对于个案 它的证据能力的 有没有证据能力 它常常会不一致 所以我们二审检察署基于法律的确信这一部分 可能会上诉 另外刚才主席也特别提到 我们二审检察官 你比如说工作奖金这一部分 我们以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来讲话 我们检察官办案的正确性 是占考进 它的办案成绩我们是占70% 另外其他部分 你比如说平时的工奖部分 另外其他部分在30% 所以刚才主席特别提到 我们是不是检察官 会不会上诉这一部分 我们是当绩效奖金的那一部分的考量 包含并 好 那就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这个部分因为就是在你们的这个预算书里面 好 大家 谢谢大家